小伙伴 欢迎来到北京大学 亲爱的医生伴 你的古臣文学研究课要知道了 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呢 五语典野 物诚者 臣服继承 观者五六人 如果宇宙有开端 那么开端之前又是什么呢 您认为清蒿采兽的季节 对它的药效有什么影响吗 乐际也有季节性 您认为这二者有关联吗 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次说 是造成 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人 你也没选到别的课 造成大量书籍 王毅残缺的劫难 自秦至民国 有十五恶之说 每一次文化浩劫 都让众多读书人的藏书和书稿 灰灰烟灭 每一次书恶 也都造成文化断层 西南年大时期 书更为珍贵 许多教授 自北平南迁 行装极简 却带上数万册珍贵藏书 但是教材不够 间济学概论一门课一百多名学生 教材只有五六本 打着只能轮流传阅 实在见不到 就用最粗烈的纸传钞 确实是这样 现在所有的书籍都扫描上传到AI数据库 老师 说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是啊 AI读过的书 我在活几辈子都读不完 不仅是书 AI知道的知识 也比任何一个老师都多 您看看校园里 每个人都在和名家大师直接对话 只要提问 答案就会自动生成 那我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 如果获取知识 在家里 在公园 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轻松完成 那为什么 我们还要辛辛苦苦地来到北大 坐在教室里 读所谓的大学呢 我爸也说 读大学就是浪费时间 所以 大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确实 历史永远在新旧交替 如果我们能被AI取代 那说明 我们还不是真正的老师 大学也还不是真正的大学 同学们 其实 这是我退休前 最后一个学期 我教了一辈子的书 可能有点太古本了 这位同学提醒我 应该与时俱进 那不如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上课 这部真本 金石录 本来我是今天 做教具用的 现在 我想把它交给一位同学 请他在下节课 做一次课堂报告 看看这本书 和AI数据库里的书 有什么不同 谁愿意挑战一下 这么简单 不就给AI提起点需求吗 能有什么不同 对比扫描开启 对比扫描开启 目标位相 照明成 金石录 对比扫描完毕 数据库中已存在 相似度百分之一百 完全没什么不同啊 斗抗木质 是针腿循众 日本在海水眼 上次都顺利指导 刺目瞎刻意 尽以同心情 何与也也 原来有有就有无 有聚必有散 聚散有常 读大学 是不是也这样啊 儿子啊 你退学我支持你 妈 我忙着你一会儿再说 社会来了 什么都讲 你闭嘴 妈 妈不是说你了 你这孩子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哎呀 完蛋了 来 来 来 大叔 来了啊 抱 抱歉啊 刚通知我 有位同学退课 不足五人 这门看案规定被取消了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终于退休喽 叫了一辈子 终于可以写自己的东西了 教授很抱歉 我刚才读得太投入了 不小心把咖啡撒在您的书上了 不过这本和数据库里的 真没什么不同 我可以再打印一本 保证和这本一模一样 哎呀 你知不知道 这本《命途多产》的书 诸多鲜血 穿成不错 就算一生穿到今天啊 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 前面 你都看过了 你这是看到哪一句的时候啊 然有有 必有无 有句必有散 来里之长 你刚说 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不就是不同 可是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啊 看过的书 没看过的书 看过才会留下思想的痕迹 你看这一车书啊 沉甸甸的像石头 但世上的石头 千千万 只有投进你心里的 才会荡起涟漪 这 就是你思考的涟漪 来好吃 我来看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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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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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